大家好,欢迎来到233网校 我们接着跟大家讲2018年一级建造师建造工程馆的实务 我们整体的前接班 我们来看看 下面是这个木墙工程施工技术 我们来看这是17年的第12个题 关于木墙说法正确的事 我们来看看 潮型运卖舰应用最为广泛 所以很明显这是不对的 第二个就马上说了平板式 所以这个实际是平板式 是最广泛的 平板的运卖的直毛巾与毛板 不宜采用梯形焊 因为就是用梯形焊 所以这个不对 对于工程量大 工期比较紧 那么宜采用双轴份的贵动几个密封胶 因为我们双轴份和单轴份 那么它的养护时间 单轴份是14到21 我们双轴份是7到10天 所以它的速度快 这个双轴份是相当于单轴份来讲的 双轴份它的养护时间胆 所以它对我们的工期是好的 防火层可以采用鱼板 大家不能用鱼板 要斗性的钢板 所以这个题目呢 出得非常漂亮 这个题目还是出得很好的 组合命题 问正确的 那么说明四个选项里面 有三个是错误的 有一个是正确的 而且这个正确的题目的命题比较灵活 所以这个题目命题 一个是组合命题 就是知识点 它有四个点 甚至这个像第二个底 它相当于有五个点 甚至我们可能有多个点 所以它的命题 现在我们是这样组合命题 一个题目 它的知识点不是那么单纯 不是那么单一 是组合 我们叫拼盘题 组合拼盘题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强调的题目是灵活 有的人在学习的时候 双足分想干什么呢 你要琢磨一下 双足分是相对于单足分来讲的 因为它养护的时间胆 所以对于攻击尽量大的 比较好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有时在做题 在学习 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客观题 还是后面的案例的举观题 我们专家在命题的时候 你要能听懂他所说的话的意涵 想考察什么 如果这种题目 你连他的意思都不知道 那么就很危险 当然这个题目简单在为什么呢 A是不对的 B是不对的 当然D也是不对 那么你通过A比D不对 通过排除 当然也能选择C 就是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 有的人可能选择了C 但是最后不明白为什么选C 当然也把这个题目做对了 如果你能够一眼就看出 他考察是什么东西 那当然就非常好 这个命题的人员 我们曾经开过一个 参加一个会议 就是谈到了 关于建筑实物 在命题过程中 他的语言 很多人对语言把握有问题 不明白专家出题的这个语言什么意思 所以要把语言搞明白 这个题目考什么 别人说的话要听懂 一个人的话都听不懂 那就一直难受 那就考察是非常难受的事 下面 玻璃木墙的开启角度和开启距离 这太简单了 30度300 所以这种题目就是送分题 专业的常规 是吧 因为这个从安全的角度 从我们保温的角度 节能的角度 因为角度不能太大 大了以后不安全 我们木墙就是这样的 弯9 弯30度 从树向这样弯 角度不能太大 而且下面的距离 不要超过300 因为我们说一个是从安全的角度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节能 保温的节能的问题 下列参数中 收入流水施工参数的 我们的这个意见的是 我们的选择题 主要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 当然在第二部分 我们主要是考案例题 每年我们大概有6到8分 多则8分 少则有3到6分的题 考什么呢 考我们第二部分的选择题 所以我们对第二部分的 有些选择题 我们也要注意 这是我们第二部分的 这个42是表示我们第二部分的 第4是表示我们的专业实物 下列参数中 收入流水施工参数的有 这个题目呢 是要4年的 考得非常基本 我们跟大家谈了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流水 通过工艺的过程 在空间上 失控区占 失控层 失控水面 然后通过时间参数 然后进行安排进行计划 所以这个题目呢 考得非常的简单 是流水参数 那么它往后面以后出题 你要注意 那么空间参数 注定有什么 工艺参数 像流水强度 施工过程 时间参数 流水布局 流水接拍 技术建议时间 工期 所以后面的问题 你要知道 空间 工艺 时间参数 你看看 我就造了个题 用来表达流水施工的 工艺参数 你看看 工艺参数 你看看 这就是工艺参数 这就是工艺参数 如果考试考 工艺参数 我们的施工过程 我们的流水强度 就是工艺参数 如果考 空间参数 你比如说 这是空间 这就是空间参数 我们的施工弹 施工区 施工程 工作面 空间参数 那么如果考察 实际参数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 时间参数 流水接拍 流水布局 技术建议时间 我们插入时间 我们的工期 这都是时间参数 特别这个流水强度 是工艺参数 所以你把这个问题 搞清晰了后 如果只要去参数的问题 都比较简单 所以你看我这有三个题 这个题目 是针对于B 空间 是针对于A 实际参数 针对于C 当然如果把这个B 把它拆开 就是多旋期 所以题目千变万化 你把我这一个题 我这实际上是个提串 我还不叫提 我把这种题目叫提串 提串 我是讲了一串的东西 一讲一串 如果纯粹跟大家讲 流水参数 空间参数 工艺参数 时间参数 非常简单 2014年就考了第一层次 后面我们要注意第二层次的 那么主体参数 那这种题目的都非常简单 从我们的流水的计算来讲 像这种参数 出这种选择题 就是送分题 下面关于等结束流水的说法 错误的是 等结束考得太简单了 流水结束想等 部署想等 专业都说等 各专业工作直接 不能连续作业 就是这个 我们所有的流水作业 是能连续作业的 所以我们等结束 你看看ABC都是等的 这个题目呢 比较简单 我们的流水 我们的队伍 都是连续施工 所有的流水 所以这个地方考察我们 等结束的这个特点 所以你要注意 教材里面讲的 我们成倍流水 也就是我们说的加倍 成倍流水 就是等部剧的 我们一节奏流水 一节奏流水 所以里面我们一部剧的 一节奏 还有无节奏流水的特点 所以他这个2015年 是考了一个最基本的 因为这个等结束 是最理想化的 最简单的 所以这个告知我们 如果后面再出题的话 那么其他的流水形式的特点 我们也要知道 你把所有的流水形式的特点 都搞明白 这都不是问题 这种题 非常简单 当然是你搞明白的 技术上就简单 很多同志在学习 我们的流水和王子的时候 他觉得难 是因为你没有把它搞明白 搞明白了以后 就简单了 下面流水事故的基本形式 那么队数 大于事故过程数的 同样的等结束 固定节拍是相等的 一部阻一节数 一个过程一个队伍 无节数 一个过程一个队伍 那么队伍数 大于事故过程数的 总数的只有什么呢 等部阻一节数 就是我们教材里面说的 成倍流水 也就是我后面会跟他讲 加快型 通过增加专业队伍数 取工业数 为每个K天头队伍 这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 流水的特点 这是对等部阻的进行的考察 等部阻一节数 下面我们 混凝土的建筑材料的服饰 我们经常考选择题的 考简单题 但是呢 17年 他来考了一个单选题 而且这个题目的难度呢 有一点点 我们来看看 混凝土材料经常服饰中 对有绿离子的含量 首先需要简单诺化物的含量的是哪一个 我们来看看 这种题目呢 有点小难度 首先我们来看看 分配回合外加剂 是吧 我们来看看翠石和河沙 石 我们的翠石沙石 主要是一些逆境啊 强度啊 含力量啊 含水量啊 所以这个翠石和沙是 对我们的外加诺化物是 不要不考虑的 那么下面就是留的这两个 那么粉煤灰 这个地方是外加剂 这地方是粉煤灰 所以从这个题目上考察 他把粉煤灰没有作为外加剂 那么粉煤灰 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水泥 我们知道 我们讲了一个东西 我们水泥 水泥里面 能不能有落花物啊 水泥里面不能有落花物 水泥里面不能有落花物 那么同样的粉煤灰里面 也不允许有落花物 因为粉煤灰和水泥 它的这个性质类似 可以当作水泥使用 所以这个时候 他现在考察什么呢 外加剂 我们检验的 是外加剂的落花物 一般混淆土 这个地方讲的是混淆土材料 玉泥混淆土 是不能使用 含落花物的外加剂 这个地方说的混淆土 是一般混淆土 那么一般混淆土的 含落花物的外加剂 可不可以啊 是可以的 不要超标 预力不可以 所以这个题目呢 答案是 B 有一点小难度 这个他考的不是太直接 我们以前出题 考试就考的非常直接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钢筋 我们的辅联内容 我们的这个门窗 我们的这个水泥 我们的外加剂 或者翠石和沙 这次反过来 他问你 我们说辅联的内容里面 哪个项目 这个题目 还是有一点小难度 下面我们来看看 2017 那么17年 连续在这里考了两个单选题 关于材料辅士方面的 正确的是 那么说明四个答案里面 三个是错误的 同样是走后面起 所以我们在备考的时候 一个题目的知识点 它有好几个知识点 建筑材料辅士 送检的检测 可以在施工现场外抽去 很明显你在外面去抽 很明显是不对的 工程取样送检 见证人 由建议单位 市面确认 我们说这个见证人 我们是建议单位 但是确认 谁在确认呢 那就不是建议单位了 我们是建议单位 当然我们取样的 见证是建议单位的人 在见证 私工单位 念证 不能代替 建设单位 采购物资的质量责任 建设单位的念证 可以代替 所以这个很明显 这个地势不对 我们一种是 私工单位购买的材料 我们建设单位 这个念证一下 我们建设单位 购买的材料 我们私工单位 念证一下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 我们私工单位念证 不能代替 建单位 所采购材料的质量责任 是建单位采购的 但是 我私工单位念证一下 那么出了问题 还是由建议单位 来承担责任 他说不能替代 当然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地 出发就不对 谁购买材料 谁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这个教材 有两句话 不能替代 不能替代 两个不能替代 是吧 这个题目就是送分题 下面混凝土 灌注桩质量 灌注桩的质量 检查中 在混凝土教的前 应该检查的 这是我们要四年的题目 考的也非常的简单 以前在这个地方 主要是考 老考简单题 他再次考了个多显题 你在混凝土教读之前 你要注意 哪些是混凝土 把混凝土教完了 你看 完整性是不是教完了 承担能力是不是教完了 所以我们 你把这两个搞清晰以后 你就知道 我们混凝土教读之前 C和D是教读以后 前面的都是在教读之前 所以这种题目呢 就是送分题 可以牢牢地把这两分 把它抓住 下面 跟随我们的念搜规范 我们收于具体结构的 分布工程 分布的 这个题目呢 这个专家出题 是出的有点 刁赞的 因为这是2016年的题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题目有点难受呢 因为这是2013年的规范 相当于2016年来讲 一般的这个 13年的规范出台 14年 1415 他16年出这个题 这个题目呢 倒并不说这个题目有多难 这个题目 它在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新规范 和旧规范 放在了一起 这个有点难受 新规范 因为这个内容呢 旧规范呢 这都是我们旧规范的 ABC的医师 都是我们旧规范 脑规范里面的 都是主体结构 主体分布结构 但是作为新规范 当然在2011 我们说的新规范 但是对于2013年 今年2018年 他这个规范已经变成老规范了 那么当时在考这个题目时候 有点难受 这个 这个是确实 原老的同志 所以有 这个考试啊 有个细心研究 有的老同志 因为他工作时间连续很长 在脑子里面呢 他都是老规范 他的脑子更多一些 所以他这个发现这个就没办法去写 因为他他都是的 对老规范的人 那么从新规范的角度来讲 我们来看看 新规范就是ABC 我们的新规范主体结构分为 混凝头结构 气力结构 钢结构 钢管 这个地方他没有什么呢 网架了 像这种网架了 和索母结构已经没有了 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 静钢混凝头已经没有了 我们叫行钢 钢管 所以这个 这个就告诉我们 我们以后在考试的时候 注意新规范 对新规范的 他的考察 特别是 今年是 今年是2018年 今天是3月 应该是 今天是 今天是3月 3月22号 今天是3月22号 我们的2018年的 版的教材还没出来 我们 今年有很多的新的规范 很多 包括我们的释放合同文本 包括有很多的规定 会相继出台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对新东西 当然一种呢 它是回避考新东西 第二种呢 它没有回避 但是教材里面没有 它出现一些新的题目 所以我们现在 职业资格的考试 我们现在一级级的诗 二级的诗 它在命题时候 它没有给大家一个 很明确的 对新规范 到底怎么处理 它不像有的职业资格考试里面 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的新规范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不考 它没有说明 很 这个模糊 所以 我们对新规范 如果出现了新规范 一定要新的 要注意 你比如说 我们今年已经出台了 危大 这个危大的 危大的一个 一个新的东西 专入危险性比较大的 专项方案的问题 我们刚出台了 我们从 这个我看到的 这个执行时间是 2018年6月1号 那么能赶上我们 2018年的9月份的考试 所以对于危大的 我们原来讲 在教材里面讲的 危险性比较大的 因为一级建造师教材 2018年还没有出来 那么我们这次 认为它会大的变化 会不会真的变化 说不好 因为我们现在 编书的这些教材的 这些专家 他和这个 这个我们住建部的 这些做法 很不好说 你比如说我们 今年二级建造师的教材 他很多地方 他就没有变 一级建造师 会不会把新的东西 我认为他会应该变 当然他也有可能不变 对吧 所以大家注意 那么如果不变 到时候怎么处理 我建议大家 我们到时候 我们在培训的时候 我们会 跟着教材的 这个编排考虑 我们到时候再处理 我们要把 这个新规范的 把新规范的 这个思想 和一些特别的东西 我们会展现出来 因为他有超教材 用新规范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考上我们 因为这个题目 教材里面 其实已经更新了 但是呢 我们有很多的同志 按照老规范 所以这个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看 在我们链搜里面 对时空单位技术质量 部门负责人 必须参加的分布工程 所以这个地方 这都是分布工程 没有问题 下面我们时空单位 质量技术部门 必须参加的 我们地基基础 我们主体结构 我们建筑结能 这三个 反复主体 包括我们的地基基础里面 当然我们这些分布工程 链搜都是用总监来组织 或者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这个对不对 第一基础 是吧 我们还有设计院 我们的看着单位 我们主体结构 我们设计单位 当然主体结构 不一定有看着单位 在正式链搜的时候 所有的单位 在单位工程正式链搜的时候 所有单位都要参与 由建设单位来组织 所以这种题目 是白口不厌 这个题目是高频考虑 这个题目有可能还会出现 下面我们重大质量事故的处理 我们一起建设是 有质量事故 有安全事故 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的等级 有点不一样 稍微有个小的变化 那么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 有很多不同的 有很多相同的 我们在被考虑的时候 在学习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一些小表格 跟大家做一个对比 那么我们来看看 自坍塌事故发生之而起 那么人员伤亡 发生变化的 应当及时补报 它的时间 这个作为建筑工程 因为我们是考建筑事务 那么建筑工程是多少 是30天 建筑工程是30天 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道路交通和火灾 它的时间是7天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建筑工程是30天 有变化的 30天如果有变化 那么我们按变化的来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 下列气体结构 强体裂缝现象中 主要原因不是地基部均匀下沉的 当然这个就考了 我们的专业性 对我们主体结构质量里面 对质量问题 对专业性 对专业性方面的问题 这个有难度 这个确实这个有难度 这个地基部运程将 是吧 我们主要不是的 那么有一个不是的 是吧 那么我们在里面出现不是的 我直接给出答案 这个答案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地 就是我们这段书的什么呢 就是树向力风 创建墙的 一个是你看 创建墙的水面裂缝 一个是树向力 就是树向力风 这三个呢 都可能会引起 这个难度高了啊 难度高了 我不想讲 因为 我是这个思路 你是这个专业的同志 你能够把它识别 或者有可能识别 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同志 你又是很难识别 这些专业性的知识 而且这种专业性质 比较高的 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同志 很难 非常难 学习了以后 把你的脑子还搞混 是吧 最后不一定 能把这个题目做对 所以我不想讲 下面分不分项工程中 专项施工方案 必须进行专家认证的 大家注意 我刚才讲的新规范 我们有个威大的新规范 已经出来了 我们国家 对这种规模 对这种规模 现在已经没有规定了 它已经这次未规定 我们这次的新的这个规范 出台有点可笑 我们认为 这个威大里面的 最重要的是规模 它这次呢 这个威大里面 把勘察 把设计 是吧 包括我们做论战之前 对专家方案 我们要施工单位 要进行审查 总监要签次 他这边做了一个重视 但是他这核心的东西 他没有谈 就这个规模 他把这个威大里面 我们这些原来 我们做要求 这些数字东西 他把它没有规定 他说 他说以后按主体规定 就是现在没有规定 以后大家助体去规定 然后不同的审地 然后可以补充 这个做法非常不好 不作为 我觉得这种 这个在做这种规范 是这种不作为的这种搞法 你应该把这个 进行认证的这个范围 挪力出来 如果如果不够的 再进行补充 你比如说当时当地 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 有水的 我们有的地区可能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特别的地方 我们当地可以进行补充 但是他这次 把这些东西把它拴掉了 所以我们这是14年的 按照我们的教材 我们悬条教材架 我们20米 大约等于20米 我们就要做 外红装超过16米 这不对 爬模对瘦子没有要求 暗花对瘦子没有要求 我们的开挖 我们注意知乎结构是5米 所以这个题目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按照我们教材 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我们的新规范 他这个地方都 瘦子把它拴掉了 你把这个瘦子拴掉了 那就不知道了 那就具体规定 到底我们后面在国家 应该再发布 一定要发布 因为你不规定 不规定就烂了 烂套了 所以我们作为住建部的 这种专业职能的部门 你要做宏观 你也要做微观 因为你是专业的部门 因为你是国家的指导意识 如果你国家对这种规模不做 那么我们下面怎么做 下面不是烂呢 所以这个到时候 我相信他会出 出助体的 他还没有出 我们等待 但是像这种题目 如果以后按照新的 这个危大的 这个新规范 新办法 那么这种题目 可能就没有了 因为他没有出题要求 没有出题要求 这个怎么出题了 没有依据 考试要有依据 出题也要有依据 下面安全检查 这个评分表 每年考察安全检查的题目 每年会考一个检查题 十个表格里面 最难的就是这个题 因为这种题目呢 他考简大题 保证项目 我们有两个高速作业和这个事工的机具 他没有设置保证项目 就是我们检查项目 那么其余的都设置了保证项目和一般项目 那么这种保证项目 我们以前出的题都是以简大题出的比较多 2015年出了一个多选题 多选题就简单多了 所以我们的实物 为什么说我们的实物比较功课麻烦 是因为实物课的简大题 让你洗出来 如果我们的实物靠选择题 只是识别 这就简单了 所以我们的实物方案 自家构造 像我们的后面的自家稳定 A比一是我们的保证项目 如果从多选选择题的角度 就简单了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专业实物 要大大难于我们的公文课 就是这个意思 公文课都是客观题 都是单选多选 而且这个高频 以前的我们的重复机率 整体90%到95的题目 都已经见过 除了新的版本发生变化以外 那么我们的实物 我们前面十几年的题目 只出现过50%到60% 我们还有好多题目都没出现过 所以像这个题目考选择题 难度就大大降低 每年考一个简单题 每年会考 所以这个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因为他每年出 如果他不重复出题 我们还比较好抓 他如果要出重复的题目就很难 就像我们买彩票 昨天出了一个16号 今天我们买不买16号 最后一个号 他今天搞不好又是个16号 这就很难 两期连续 甚至有时候连续三期 都出现了16号 所以我们重复的题目 是最不好猜的和压的 所以我们要前面的复兴 下面我们看看电视起火 这个电视起火 大家注意 因为电视里面 他怕他跟水在一起 就出现 跟水在一起 对燃烧爆炸 起这个更坏的作用 所以你看看水不可以 泡沫里面有水 四落化碳 现在已经淘汰了 四落化碳里面 它还是液体 还是有水 所以我们说这几个 跟还是液体的 所以我们用什么 去干杀 通过干杀什么 它是通过把它覆盖 把它隔节 是吧 我们灭活的精力 把它隔节 通过我们的干杀 把它隔节隔阳 是吧 比斯蒂 对于我们的电视起火 是有问题的 下面我们文明施工里面 错误的 是吧 这种题目就是送分题 我们是开启室 是吧 必须是开启 对的 我们办理卫生区 当然是对的 封闭管理 是吧 我们的办公区 与生活区 必须分开 大家注意办公区 和生活区 办公区和生活区 可不可以在一起 是可以的 他说这个必须 我们的施工区 施工区 或者说生产区 我们与办公区 要分开 我们与生活区 要分开 是施工区 我们的办公区 与生活区 可以在一起 所以这个题目 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的施工区 可以跟他 要跟他分开 但是办公区 与生活区 可以在一起 下面我们看看 职业病的防范 我们回头的 正道作业 一发生的 职业病 这个题目考的 比较简单 我们的正道 照生 正道 抖 所以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题目 就难度吸收高了 这个题目 2017年 防水工程 发生了职业病 这个有难度 这个有难度 我记得 我去年在压题的时候 我压了别的 但是我妈 也没压到防水 我压了几个 大概可以通过排取 是吧 你比方说像 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 这个主要是从什么 这个主要是在 我们的这个焊机 是吧 电焊 那么本和二加本 那么对防水的是什么 是二加的 二加本 防水里面 因为这个本中斗 是一般的 尤其同量 是吧 我们有 但是我们这个防水里面 特别谈到了 二加本 二加本 加本 二加本 二加本呢 在防水里面 是液体中斗 是液体的 我们在施工的时候 防水里面 经常有二加本 二加本 是液体的 在防水里面 所以我们 二加本中斗 这个题目呢 有点难度 有的题目呢 比较简单 有的题目呢 还是有一定难度 当然有的题目呢 对有些人来讲 它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难是相对的 有的人因为他做这个 或者他有的人呢 通过我们排除 也可以把它猜到 是第二加本 难度的这个问题呢 是相对的 我的有一定难度 是你完全没有搞到 或者说你完全 对于没有这种背景知识 或者专业性的知识 或者相关知识 这个恨程上 有很多的题目呢 或者有一些题目 对于有些统治人来讲 我是说的是 大部分统治 它是有难度 我们这一讲呢 就暂时讲到这 我们休息 我们到时候 再讲后面的内容 学员朋友们 再见